卫生间门口站着的模特道具 客桌里露出的人头 卧室里出现的减肥达人 潜伏在巫师家里的女鬼 这一切到底是妖魔做的怪还是人心使的坏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校园恐怖剧鬼笑网友 第一集的名字叫替死鬼 女主和闺蜜是一对都喜欢怪力乱神的好朋友 传说学校里的大龙树父亲在过去曾经是一个处行地 有一个跪子手因为砍头太多最后疯掉 两人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关于学校的文章 传说过去在学校有一个叫炮灰妹的女孩被凶手给砍了头了 凶手把头藏在了客桌的抽屉里 从那天开始只要是看到炮灰妹人头的同学都会受到诅咒 如果这个同学在两天内还没有找到炮灰妹的人头 那肯定就会挂掉 看完这篇文章之后闺蜜吓出了一身的白毛汗 因为放学后她回班里拿东西的时候 看到旁边的客桌抽屉里真的有一颗类似人头的玩意儿 虽然只是一篇毫无根据的文章 但闺蜜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女主发现闺蜜没来上课 电话打了半天闺蜜那边也没接 下午放学的时候女主再次给闺蜜打电话 得知闺蜜只是有点不舒服而已 这时候女主无意中撇了一颗客桌 发现自己的抽屉里出现了一颗女生的认同 女主一声尖叫猴都被吓飞了 虽然只是自己的一个幻觉 但联想起那个传说女主的心里仍是坠坠不安的 转过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通报了一个坏消息 女主的闺蜜骑摩托出了车祸了 由于当时没有戴安全帽闺蜜的头都被撞掉 这天女主彻底梦圈了 因为那个传说如果是真的 那么接下来就可能轮到自己了 当她正在教室里乱翻同学的书桌的时候 被老师及时制止了 老师告诉女主当年被砍头的炮灰妹 的确在这所学校里救毒 被砍头的事也确实发生过 但她完全不相信这件事跟诅咒有关 虽然老师信誓旦旦 但女主的脖子上还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道写印 晚上女主做了一个噩梦 一个无头女生在黑板上写下了救命两个字 女主在网上又搜出了一篇更加详尽的文章 上面还有被斩首的炮灰妹的照片 为了搞清楚炮灰妹的情况 女主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 准备来一次通灵招魂的仪式 把炮灰妹叫出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准备好招魂通灵的道具之后 女主大万页的回到了学校 经过一通瞎折腾 炮灰妹果然出现了 炮灰妹让女主帮着她找回自己的头 女主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但是她不知道应该去哪找 这时候影片闪回了炮灰妹当年之所以被斩首的原因 原来炮灰妹跟女主一样 也对鬼而食的很感兴趣 为了验证学校当年是不是处行地 炮灰妹和另外两个同学搞了一次通灵的仪式 这三位很快就把那个发了疯的柜子手给召唤了出来 这时候门卫张大爷突然来到了教室 炮灰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 不小心把玻璃杯给打碎了 玻璃杯是封印鬼魂的法器啊 玻璃杯一碎召唤出来的鬼魂 马上就从杯子里窜了出来 然后附在了门卫张大爷的身上 柜子手的魂魄借用张大爷的身体 七里咔嚓就把炮灰妹给杀了 女主按照炮灰妹的指引来到了学校的杂物间 在废弃刻桌的抽屉里果然找到了炮灰妹的人头 将炮灰妹的头入土为安之后 女主以为一切都没事了 可回到家之后 女主用来招魂的那个玻璃杯突然摔碎了 原来柜子手的诅咒根本就没有解除 那个找到人头就可以解除诅咒的传说 其实是一个圈套 炮灰妹只不过是在利用传说为自己找提死鬼 女主成为了下一个炮灰妹 而炮灰妹的灵魂终于得到了解脱 第二个故事 如果爱跟着来 阿珍和女主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闺蜜 当得知女主急着找自己后 阿珍来到了女主的家里 一进屋把阿珍吓了一跳 只见屋子里摆着女主的遗像 女主的家人全都穿着黑色的丧服 看着女主刚刚给自己发的信息 再想想女主的遗像 阿珍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就在阿珍瞎琢磨的时候 女主冷不定在她背后出现 差点把阿珍的魂给吓飞了 戏一打听阿珍才发现这是一个误会 家人之所以穿着丧服 是因为女主奶奶的闺蜜过失 而摆女主的遗像 其实是一种辟邪的方法 目的是为了防止鬼魂过来拉电背 不过女主摆放自己的遗像 并不是为了防奶奶闺蜜的鬼魂 而是为了防自己的前男友 原来在不久之前 女主提出跟男朋友分手 但男友深爱着女主死活不肯答应 对于男友不断的纠缠 女主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说话也越来越难听了 男友一看女主仍不肯回心转意 于是便以死相逼 女主也不惯着 让男友想死就死去 死了之后她就答应好好 转过天 女主再次收到了男友的信息 男友给女主发了张照片 意思是自己正在准备上吊 第二天一早 女主收到了男主上吊自杀的照片 刚开始女主以为只是个恶作剧 可没想到她很快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说她男朋友因为抢救无效已经挂掉 男友死了之后 女主一直觉得男友的鬼魂就在自己的身边 心里跟长了草似的乱糟糟的 唯恐男友的鬼魂把自己拉过去作伴 睡到后半夜女主的噩梦来了 她看到本来已经关上的电脑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 上面全是男友给她发的信息 她想叫醒睡在旁边的闺蜜阿珍 可扭头一看把她吓了一跳 阿珍的脖子上居然拴着一根上吊绳 这时候男友再次给她发来了信息 女主打开一看可吓坏了 男友又打来了电话 那女主敢接吗 男友一看女主不接电话 于是又发来了信息 让女主赶快过去跟她相聚 为了继续刺激女主 男友把自杀的视频发了过来 让女主兑现自己的诺言 这下女主彻底崩溃了 当闺蜜阿珍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女主已经把自己吊死在了门马手上 阿珍一看事闹大了 整个人彻底傻掉 原来女主的男友根本就没有伤调 为了挽回女主的心 男友联合女主的闺蜜阿珍演了这出戏 目的就是吓唬吓唬女主 让女主感到愧疚从而能回心转意 可没想到由于演的过于逼真 把女主给害死 不过女主死了之后并没有消停 为了惩罚男友和闺蜜 女主的鬼魂准备把这对狗男女 拉过去陪自己 他首先干掉了男朋友 接下来便轮到闺蜜阿珍 为了防止自己被女主给带走 阿珍也学着女主的方法 把自己的遗像放在旁边 不过这都是女主玩剩下的 阿珍的结局已经出帝了 第三个故事的名字叫该死 炮灰蒂和男主女主三个人是好朋友 为了完成老实布置的创意视频的作业 他们相约在公园里拍摄 炮灰蒂暗恋女主已久 但女主却和男主关系暧昧 男主和炮灰蒂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同学 男主在女主的面前 说出了炮灰蒂上小学时的糗事 让炮灰蒂非常恼火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来说 男主怒不可恶 诅咒炮灰蒂哪天被妻子给撞死 而这一幕刚好被地上的摄像机给拍到 星期一是交作业的时间 但负责剪辑视频的炮灰蒂居然没来上学 男主急忙给炮灰蒂发信息 炮灰蒂回信息说自己就在外里 男主和女主环顾四周 根本就没有看到炮灰蒂 这时候老师宣布了一则坏消息 说炮灰蒂早上骑摩托车出了车祸 被一辆闯红灯的大卡车给撞死 男主一听就梦圈了 他刚刚还接到炮灰蒂的信息 这不可学啊 这时候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他们拍摄的视频 上面清晰的显示了 男主当时诅咒炮灰蒂被骑了撞死的画面 男主受到了所有同学的鄙视 即便在参加炮灰蒂的葬礼现场 很多人仍怯怯思语 说男主是个畜生不如的冷血动物 这时候男主收到了炮灰蒂的一条信息 他打开一看 发现炮灰蒂的聊天头像 居然换成了遗像上的照片 男主非常的自责 炮灰蒂毕竟是自己多年的好影 他后悔不应该一时冲动说出那样的话 参加完炮灰蒂的葬礼 女主一个人刚走到家门口 为了除罪 男主第二天到庙里替炮灰蒂祈祷 老和尚说祸从口出 警告男主以后说话一定得先过过脑子 男主向炮灰蒂真诚的道了歉 希望炮灰蒂能原谅自己 男主来到学校接到了女主老妈的电话 说女主昨晚上被吓晕了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男主来到班上 老师正在宣布第二天乘车出去学习的消息 这时候男主再次接到了炮灰蒂的信息 说男主这次死定 紧接着屏幕上再次出现了 男主诅咒炮灰蒂的那一幕 同时炮灰蒂的追命信息像连珠炮似的 对男主的手机展开了轰炸 男主晚上回到家 炮灰蒂依然没有放过他 连续的惊吓直接把男主送进了医院 当男主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 女主给他看了一段新闻 那辆本来却接同学们到学习营的大巴车 在路上出了车祸 不过庆幸的是车上并没有学生 原因是由于炮灰蒂不断的捣乱 导致去外地学习的计划临时取消了 原来炮灰蒂死了之后 预知到他的同学们 会在前往学习营的途中遭遇车祸 于是便用不断吓唬人的办法 来破坏这次外出学习的计划 他把男主和女主吓得住进医院 也是为了让他们躲过一劫 炮灰蒂以得抱怨的行为 令男主和女主唏嘘不一样 第四个故事 贾灵蒂和真怨灵 女主一家子平时靠封建迷信 胡有人赚钱过人 他们分工明确各自其职 把吃瓜去弄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 女主主要负责前期的铺垫工作 给客人灌输一些封建迷信的关键 女主的老妈扮演一号人物神婆 主要负责装神弄鬼给客户治病 女主的老爸是气氛组的负责人 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一旁山音风点归火 摇起呐喊制造恐怖气氛 今天这场戏演得非常成功 一些前来求医问药的顾客 都买了一大堆掺了止疼药的帮助面 女主家用黑魔法治病这件事 很多人都知道 一些同学有时候还会向女主求医问药 隔壁班的小太妹是学校出了名的水平洋化 换男朋友比换衣服还行 终于有一天小太妹怀了男朋友的孩子 堕胎之后小太妹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 肚子整天疼得要命 当听说女主的老妈是给人治病的女巫 于是便来到女主家看病 女主的老妈一通骚操作之后 忽悠小太妹说 是她打掉了那个孩子来锁命 然后拿出了一瓶一毛钱都不值得胜水 让小太妹每天晚上12点准时服用 小太妹喝了胜水之后 这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不得已小太妹再次来到了女主家 当女主刚回到家 就看到老妈正在臭打小太妹 美妻名曰是驱赶先灵 把小太妹揍得是滋滑烂叫 要不说封建迷信害死人的 小太妹这书算是白念 由于自己的病一直没好 小太妹便问女主是怎么回事 女主当然不能说实话 欺骗小太妹说她的病一定会治好的 小太妹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终于有一天扛不住挂掉 小太妹的父母到女主家要说法 女主的老妈谎称被小太妹复了身了 把小太妹的父母忽悠的是五名三刀 不过小太妹死了之后 阴魂不散 很快就复在了闺蜜的身上 上去就掐中了女主的脖子 幸亏女主家人多给拽开 女主认为肯定是小太妹找自己包仇来的 女主的老妈虽然整天装神弄鬼 但却是一个无神论者 说什么鬼啊是了 全是封建迷信 虽然女主的老妈不信邪 但小太妹的鬼魂却从此缠上了女主 把女主吓得精神差点就崩溃了 女主回到家之后 看到她老妈已经全副武装严真一待 接下来女主的老妈按照程序 叮叮光当就是一通花里胡哨的操作 她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忽悠看热闹的石花群众 让不明真相的人们认为 她是如假包换的驱魔大使 晚上娘俩聊天的时候 女主的老妈又是一通理性的分析 女主这边的情绪刚有所好转 小太妹的鬼魂就出现 并马上附在了女主老妈的身上 这部以学校为背景的 泰国恐怖剧共有13集 每集一个故事质量也是参差不及 泰国的恐怖片大多都讲因果报应 单纯为了吓人而吓人的并不多 这跟蛮不讲理的日本女鬼 还是有些区别 有喜欢恐怖片的小伙伴们 可以下载来看看 故事好看不好看是一方面 主要是里面的帅哥美女是真养眼的